这盘棋讲解的是能不能赢 2021年的象甲 第二十二轮 刘金对战陆维涛的第二盘棋 这盘棋是陆维涛先手 做成一个中炮三兵 对战了他的反攻马阵型 这儿形成武器炮 红方没有选择出直居 而是出横居 也想避开常见套路 但是黑方这个进炮对子 也很积极 这儿红方只好松开向眼 希望他对完炮双向可以连接 黑方进出也很积极 这儿的话他是想走一个上马踩居 那么最上个棋 那红方稳一点就是先吃相再对兵 而先对兵的话 那就是一个乱战 到这里之后 你要是落相就兵过河了 所以到这里只能平炮 进行一个打居 接下来这个棋 那么你在闪的话 这儿他可能就会有一个得子 所以的话 这个棋红方必须要砍相 先破个相再说 那你打掉 他跟过来 双方到这里做个交换 黑方把这个组重掉 红方等于吃了对方一个相 但是对方一切进来之后 将来这个中路空虚 他先补个式 防止这个鞠闪开 这个马五进气 可能会有一个底线杀势 抽居的手段 所以先补式 那现在你踩鞠 他就坐你马 对方上马 这儿打一将 进行一个飞向 虽然说是单向 但是有连环马看住相 暂时也是威胁不到 这儿红方牵住黑方以后 选择平炮 这儿速度比较快 那么黑方得先防守 所以黑方选择对军 这儿双方先交换 换之后底线一将 如果弱势将来这个相 可能要丢 所以就飞向 然后炮平准备发难 对方就知了个事 所以这样的棋的话 那红方选择先飞向 希望把这个足赶走 然后这个马要上 但是这个棋 黑方他就不走 你要是向脚 他就踩你 那你缺个相也有顾起 红方临场没敢向 向掉其实也可以 走的是拘而近 试探应手 黑方可以马四金的往里冲 找机会就卧槽 选择马四金三的话 对子现在消极 红方这个棋完全可以 把对方向掉 因为向完之后 你现在这个棋要踩相 踩马 你要是踩马的话 那就向掉 这个残局的话 狙炮对上狙马 底线将军破着式 中间一吃 丢着相 所以这个棋 怎么看红方都是赢棋 但是对于套林场的话 走得点着急了 他就直接过来抓了 他对这个棋 可能过于自信了 认为这棋 肯定要赢 结果却忽略了 对方双马连接之后 用一个调狙的手段 此时红方不得不 甩鞠过来防守 这样的话 你的狙和相受到牵制 本来这个相 飞掉这个足赤马 就可以上 但是问题是 你一个相受到牵制 你一走的话 再点一将 弱势啊 可能这里有一个彩势 或者回马 这有一个 狙马冷招 狙双马在这里 非常厉害 所以这个相不敢动了 相不敢动的话 推炮是要点杀出势啊 对方先知势啊 那么架子拆掉 所以到这里 红方想把这个狙闪开 将来这个推炮回来防守 那黑方就不让 进狙直接吃相 这儿红方只好落回 现在他退回 意思就是你这个狙闪开 他过来吃炮吃相 所以让你不要动 那红方呢无从发力啊 马又上不去 狙炮还被拉住 所以不甘心啊 但是对方这个旗就常捉炮 捉了一会之后呢 这个旗不行 要变招 然后的话 他选择进狙 意思就是我平狙过来 把狙给你换掉 反正这个旗啊 对一个狙看怎么走 那么这儿的话 红方选择招法是推炮 就盯着马 你要换狙可以 我先吃个马 所以呢 黑方暂时不能换 先退回再换 那么这儿的话 选择吃马 对方赶走 赶走之后呢 就叮嘱他 然后呢 这里啊 应该说形成了一个对子 对完之后呢 到这儿我相给破了 破完相之后呢 进居吃马 对方如果看一时 浸泡打 所以这个旗还得丢啊 索性某兵一踩 那红方到这里的话 可以考虑先把式砍掉 进去之后呢 向掉你 你再退一步 他再吃掉你 形成这个局面之后呢 红方抢占中路 所以让个旗的话 应该来说红方还是不错 因为黑方呢 他没有失像啊 应该说组这个残局比较满意 实战的话 这个棋啊 路易套走的是飞向 想把这个族吃掉 因为久攻不下 想求稳啊 结果呢 对方把式给保住了 这样的话 对方有两个式 那你这里就很难突破 最终呢 这个棋啊 黑方还形成了一个 窝巢马的纠缠啊 我们看 那么点局 这不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到这儿之后呀 很有意思啊 他希望你吃炮 他一将 然后把你局片吃掉 这个局 他故意卡住自己项眼 就是为了闪击骗对方 但是呢 黑方没有上当啊 红方一看 还是要进去抢对方的族 最终这个族呢 对方踩着像 然后呢 这边随时有窝巢马 所以红方到这里呀 也确实是无奈 先顶住吧 严看黑方小族要过 红方这个族呢 又不想合旗啊 所以呢 就没吃这个族 这儿留下这个族 也是有危险的 严看族杀了九宫啊 刚才你是换一个族 现在你平均过来看的话 就白丢一个兵 当然不甘心 所以强行扣一将啊 那么扣完之后呢 黑方也是主动裁掉 因为这个族 一旦给他巨足进二 走到这里 那巨足还是有引起的 所以红方必须要补试 黑方到这里一看 我两个试啊 你兵还没过河 而我这个族已经快杀了九宫了 那你单试 我肯定要杀你 到这里啊 刘金想迎起 那么陆维涛的话 到这里肯定想求和啊 点江赶快对居 那么现在杀一将 陆氏啊 再拱啊 再捉 所以的话这盘棋 应该说错过两个机会 一个是巨二平五这步棋啊 应该先把地方 这个族向掉啊 避免留下后患比较好 第二个是 中间啊 该向兵的时候 应该先杀士一将 找机会跟他斗残局 这样的话 比较积极主动一些 所以的话 这个棋可能是快棋吧 也没看清楚啊 结果呢 导致这个棋 被对方所追杀 如果实际中 遇到这样一个棋 大家能不能赢呢 这盘棋相解是 无法突围 2021年 向前联赛 第21轮 四川对杭州 四盘棋 就身旁 斩杀了孟臣 杀出了重围 剩下三个队友 全部都是 被困在阵中 无法突围啊 我们看一下 红方 许文章 黑方 刘子健 这排棋啊 红方也是空的很稳 黑方是没有机会的 开局的话 选择招法是一个 单体码 对战屏风码 红方身居过河 黑方就平局出来 这儿红方先飞向 那黑方也是禁足 进行一个腰队 双方行交换之后 红方把局让出 这儿黑方就上马 准备反击 那么之前我们看过一盘棋啊 就是局平过来 对方多相的变化 最终这个棋呢 黑方反而把红方局扣住 那盘棋是由曹燕走到啊 曹燕对中获胜 本局的话 这个棋啊 既然签签不住 那他就不签 走一个马锡进八 反而踩他一脚 那黑方一看 我先吃个中兵吧 那么红方走的是 点狙进去 就没威胁对方的马 这儿的话 对方由于局炮 这里被牵 他没法伸根 所以的话 眼看一吃马就出问题 只能先走个霸王局 然后再落巷 或者飞巷伸根 红方还不急于抓 他选择是马拔进九 先踩狙 那么这儿 黑方选择是 狙二平三 就闪开 闪开以后呢 看住了巷 这里红方选择 狙一抓 那么对方 想坐线又不敢坐 因为落巷之后 泡没了 随着这儿 眼看是这马痛苦呀 你又不能平鞠过来去保 显得太消极了 临场的话 走的是巨四斤 这招骑呢 一招两用的好骑 又看炮 又看马 这儿的话 红方选择十四斤五 对方呢 就回马 进行一个连环 这儿红方走的是巨八推二 推局之后呢 将来这个骑 有可能是要过来吃马 所以呢 对方赶快去抵挡 这部骑呢 刚好中招 这个骑其实应该走落向 把巨线亮通 那如果你要吃的话 它将来可以有一个 炮一 你这边吃马 它打巨 唯唯就这儿的手段 那么你一吃 它刚好向一飞 抓着你 你一退的话 它可以通过打巨的方式 然后逼你离开 最终这个骑 可以走一个下敌炮 将来找机会 点线对杀 那么这个骑应该说 黑方双马连环 局面已经返现 实战的话 没有选择落向 而是下出了一步 掌拘腰队 那看似呢 这招骑好像无可厚非 结果呢 被红方拘八斤 晃了一招 这个骑就危险了 抓着象不能逃 一逃的话就丢马 这马也丢 另外一个马还要丢 水到这里 火烧灵 七百里 这二对方 架起中炮 试图呢反击 红方呢 走的是炮 有平漆 如果简单对掉 就没骑 就是吃个象而已 它就通过一个打局 把对方赶走 硬要吃对方的马 对方只能先走鞠 缓兵之际 那么这儿的话 这个骑啊 正常是可以吃象 不过呢 这个骑 它担心对方点下来 可能会打象 所以就先打一步鞠啊 找机会再吃 那对方呢 准备了平鞠过来保 但是呢 临场的话 没有这么下 因为你这么一走 它可以浸泡打马 仍然是把象破了 所以这个象 肯定是看不住了 临场的选择 是平鞠 先抓马 这儿看 红方怎么走 红方走的招法 是炮二进三 仍然是选择交换 因为只有打掉马 才可以威胁 对方另外一个马 这样的话 就比逃马更积极 对方到这里 也不敢逃了 对方如果说 强行选择送一个的话 那么这个骑 红方有一招 回马进枪 踩相 之前这个骑 先进炮 就是防止对方 退鞠去牵制鞠马 那么现在这个骑 它有炮在这里 牵不住 随时还可以选择 踩你中兵 给你换 再吃马 手段非常多 所以到这儿的话 这个骑已经是很危险了 那么临场的话 那走到这儿之后 就只能交换掉 换掉之后 这个骑 吃着马 对方正常招法 是要退到窝心的 那么这骑 红方有一招 进炮打局 非常精妙 如果你进足的话 扣中炮 这个窝心马出不去 现在可能铁门拴杀棋 连场的话 它只能走鞠 走鞠的话 这个炮打回来 仍然是打中足 对方只好上马 采取看中 这儿吃完之后 有下敌炮的手段 杀底相 对方只有飞翔在挡 那么最像个骑的话 红方不要聚三斤 看似吃双炮 其实对方一上马 它有一个打相抽鞠 所以这个骑反而不好 那么这儿的话 不着急 你飞翔之后 它可以平炮 打你马 如果你上马 就可以打你中兵 找机会呢 再威胁对方 这样的话 这个骑对方将左右为难 不拿个事都不舒服 对方不敢动 到这儿点鞠 准备打相 那么红方就简单换掉 双方进行一个交换之后 你也顾不上打将 要吃鞠 这儿它把中足一扫 砍住 所以这样的话 红方将会多兵 兵重好 而且多相占优 所以对方这个骑 推过心马也不行 临场走的招法就退鞠 这样的话 先吃一个 那么你退的话 它这里啊 再点住你 就不让你走炮平起 打鞠反击 这儿对方选择的招法 是炮八进三 石头扣中炮 那么这儿的话 就杀过来 双鞠抢马 对方抢扣中炮 这里呢 随时可以吃子 但是这边吃着炮 所以先闪一步 那对方到这里啊 选择的招法 是平鞠在抓 黑方选择是 推炮回来 先上弹子炮 那么红方 这里呢 逼着黑方 你就退马 不退就白丢了 那么你一退 它后局平四 随时呢 就要破你试 这儿的话 一点局吃马也受不了 对方到这里 选择是拆炮 后跑平三 意思就是你吃马 我可以飞向去看 那现在这期啊 红方顺势杀一将 黑方选择是飞向 就试图这个马 现在可以跳回去啊 那么到这儿 红方走的是 局四接二 双聚交抢这个向 对方在看的话 也是坐野待毙 临场的话 选择补适 希望能对个拘 红方一吃啊 这儿黑方正常 如果对的话 其实呢 到这里也是 等着输了已经 那因为这个马被控住 讲的炮四平二 很厉害啊 所以对方这棋 确打相 比较难下 那么到这儿 就不甘心了啊 就想把这个兵吃掉 结果呢 这个棋啊 红方 仍然是炮四平二 黑方呢 出老将 先示一步拘 防止门杀 这儿退一步之后呢 对方平拘 想来一个底线偷袭 那么红方就拍一张 黑方呢 这里其实已经不好下了 他吃这个兵 是想底线啊 继续利用一下红方 不料反被红方利用 将军啊 这里呢 踩着拘 对方上来就杀齐 所以呢 只好退拘啊 保证 又不丢拘 又可以防止他杀齐 结果呢 红方拘无击 此照一出 黑方呢 也是望尘莫及 因为你推炮的话 他平均杀你 那么这里你想 平均还平不到 而且底线还符有杀齐 所以两步杀齐啊 无法解救 只能认输 那么许文章获胜